其實現在RTS的類型 已經是在慢慢走下坡了 已經下坡很久了 你在過劇情模式的時候 它裡面會有一些 就是會有一些很特殊的影片 你知道就是 例如說舉例來講 我第一個關卡 歡迎來到夜戀王咖 第一季邏輯的最終集 Yeah 我是賴斯 我們重複是怎樣 沒關係 默契 好我是首北 這件是理論上的最後一集 我們今天有個很重要 是不是今天又有爸爸了 對 Yeah 在最後一集又有爸爸了 謝謝爸爸 好本次夜店王咖 將開賣我們兩款 知名遊戲大作 那包含了本集節目主題的 世紀帝國4 Steam數位版 獲購 Oh My選購 不僅可以取得 完全相同的版本內容 相較直接 透過Steam商店選購 它可以 另外一款是同樣是賣情懷的 經典品牌作品 以俠盜列車手 三部曲最終版登場 即將在12月7號上市 憲政 Oh My預購中 並享有優惠的預購價 這個價格是真的便宜 簡單講他們就是少賺一點 是 分給大家這樣 世紀帝國4 由我們的 清朝重亡 Soubet 認證玩過 不但玩了 覺得沒有問題 他甚至還決定 他的YouTube頻道 要日更 沒有日更啦 沒有日更啦 當下你是決定要日更的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你當下有 你絕對有 我沒有 我說我要更新的狠情 沒有日更啦 我不敢誇下海口 因為時間真的不夠 好算了 放你嘛 而且剛好 今天的一個主題 就是聊相關的 我們今天聊的就是 RTS情懷 對 今天我就是來混分的 我今天就是來自肥的 我就是來混分的 對 立刻來聊一下 我今天就是來賓嘛 今天收費請假 然後我邀請 清朝重亡 索費低若虛 好沒問題 主持人 嘿 什麼事 換你囉 幹我是來賓的 你幹嘛啦 快點 為什麼那麼喜歡玩 RTS類型的遊戲 我怎麼覺得你問我 跟問其他很不一樣 你不帶感情的問 你上週問娃娃 你很用心啊 有嗎 你怎麼這週問我 那麼隨便 我上週問他超級不用心 沒有沒有 我的心思都放在別的地方 你都眼神專注在其他地方 是不是 我其實蠻好奇 為什麼你會讀中 RTS類型的遊戲 真的很Hardcore的RTS玩家 他們都會有一個 心中的魂就是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打爆別人 我不喜歡重複做一件事情 這個聽起來很奇怪 因為其實在集資戰略裡面 很多人就在學流程 像我做的教學 就是以流程為主 大家就會覺得 都做一樣的事情 但其實在這裡面 有很多小小的細節會不一樣 當對方有不一樣的應對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就是做不一樣的應對 跟那種 就是例如說橫向拳手打邊那種 那個就是不太一樣 但是在裡面 因為隨時的應對 每一步都是千變萬化的 我想到了啦 其實基本上就是很單純 我就是要把人壓在地上幹 不是人就沒辦法 對 我再怎麼樣弄那個 電腦或怎麼樣 不會有愉悅感 我不想知道 你不要再看著我好不好 就是很久沒有跟人家一起打電動 喔 跟人有互動這樣 對 OK 你知道我現在問第二題是不是 你問我們 我們不是正常就接著問嗎 你還講 你這是很沒有感情耶 對 等我 你再無言一點沒關係 我們聊到這個RTS戰略 我們其實就必須要講到 因為RTS有一段的 在台灣有一段非常風光的時期 大概在2000年到2045年那段期間 然後網咖有一段時間 你進去裡面就是 滿滿的星海 或是滿滿的世紀 可以先聊一下 那我們在2000年初的時候 那段期間 台灣非常盛行的原因是什麼 當時的射擊遊戲類型 才做不起來 那時候只有CS啦 那個時候 因為CS也只能玩Lang Game 那時候的網路環境 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啊 因為網路的關係 你要玩別人還不可以打電話 28800 對人家 電話一打來你就斷線 然後你就大罵三字經這樣 那個時候之所以 即時戰略在台灣很豐盛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台灣的即時戰略 在國際上算是滿強的 世界電玩大賽的冠軍 那個時候我就在下面看嘛 所謂的電競元年 就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是第一次 是大家喊電競元年 2001年 因為我記得每一年都有喊嘛 沒有啦 就是那是第一次嘛 第二次是TPA奪冠 我不知道 我要先說我不知道 但在盧斯那次 媒體曝光的確實是沒有 之前兩個來的這麼大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在看盧斯比賽 然後我也不認識Ton這個人 可是我先聽到他講一句話 我好喜歡喔 然後問說 我才去關心說 這一個人是誰 他說 等你把所有細節都做好了 再來跟我談運氣 就有點像是你先聽到一句話 結果發現這句話是 魯迅講的 OK 你放某個人的黑白照嘛 然後旁邊再放上一句話 對 就是他講的 對 沒錯 世代現在有編輯器嗎 還沒有 編輯器預計到明年推出 我覺得應該有滿多人 在玩世紀帝國的時候 他其實並不是那麼想玩 正規的東西 好 對 其實滿多人說 像即時戰略遊戲 編輯器才是本體 以前 大家會這麼瘋 是因為其實沒有什麼遊戲可以玩 然後你只要買一款 有編輯器 其他都免費 對 可是現在因為有太多太多遊戲 我這邊聊一下 剛剛在講那個 WCG 我覺得有些東西 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像那時候 有一個日本選手很有名 有那個日本選手真的很有名 他叫Helen 他那時候最有名的是 他坐在那邊 即時戰略遊戲 大家想像 那是全世界最高的 即時戰略殿堂 他單手玩遊戲 他不用快捷鍵 他不用快捷鍵 怎麼可能 我就在後面看他玩 然後C異帝國2的操作 老實說也還蠻多的 他一直到第一次出國比賽的時候 他到了現場 他說 有人說是鄉野傳說 但是那時候我現場 現場就在旁邊看到 他就是單手 然後他們說 之前不知道我認 他說因為他身邊沒有人玩這個遊戲 他就是一個人 他是四季孤兒 對 他日本 跟日本的其實戰略很不好 其實現在RTS的類型 已經是在慢慢走下坡了 已經 下坡很久了 慢慢走下坡 快消失了 那為什麼 人家還願意開發 因為他前面 我印象很深是從AOE AOK 然後AOC 後來還有出 C帝國3 還有出AOM 你講的AOM 其實那已經 那都是200幾年 很後期了 沒有那都是200幾年的事情 對 那其實有一段時間 他已經沒有 幾乎沒有在更新任何的 任何的內容了 對 然後一直到2019年的時候 他們做了 四季帝國2的 就是第一版本 就是現在要講 我們叫決定版 就開始又繼續頻繁更新 不然前面其實 也是有一陣子荒漠 大家在講 大家一直在猜測 為什麼要做四季帝國4 然後後來 大家有找出一個原因 就是某一次的 比爾蓋茲 他好像是在Twitter上面做一個 就是有點像是 你問我答的環節 然後就有一個人在那邊問說 就是這個 可能不歸就是你管 那我還是想問一下 我們有沒有機會 玩到四季帝國的下一代 比爾蓋茲就回他 就回他有機會 你想要玩幾個 就是你想要玩到幾個 文明 文明 對 那現在四代跟 算應該講 跟二代有什麼差別吧 好像沒什麼在管三代喔 大家就直接 因為三代太複雜 三代就是結合了英雄 又結合了卡牌 他走在十代的尖端 然後重點是那個遊戲 那個時候的電腦跑不動 我認真講 我聽你這樣講 我覺得這遊戲一定超好玩 我跟你講愛玩的人 真的超 因為我確實有很多的 就有一些觀眾 還是會在下面說 說不定我們玩過三代 好想看你玩 但我真的沒玩過三代 四代到底多了什麼東西 是二代沒有的 或是有什麼新概念 新玩法 新觀念 是二代沒有的 他升十代的系統 其實是參考三代 所以他把文明做了 比較彈性的變化 就以前就是你升封建 就升封建嘛 大家都一樣 但是現在在升 你的十代的時候 你會有所謂的地標 地標建築 你的兩個地標建築 會決定你接下來的戰術走向 那斯益帝國士 現在有城堡兵嗎 就是特殊兵種 他有特殊兵種 但不再叫他堡兵了 而且他連 城堡這個建築物 他都改名了 叫什麼 他們現在叫大型建塔 那現在還有什麼種族 蠻好奇 現在其實這八個 就是基本上英法一定要有 就不列典嘛 現在叫英格蘭 不列典常攻兵 對 再來的話 還有 例如說中國 蒙古 中國是連弩兵嗎 他裡面叫諸葛連弩兵 但他不只連弩兵 他有另外一個特殊兵種 他叫做那個一窩蜂 他就放鞭炮 他有兩個特殊兵種 其實他不只兩個 他還有皇宮衛兵 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有三個特殊兵 我跟你講不是 他不只三 還有四個兵種 為什麼 他有另外一個叫官員 那個官員會收稅 然後我覺得開玩笑的講就是 為什麼每個國家都有官員 就中國的官員會多收稅 他們可能是比較會賺 對啊 可能 你有看到那條橋嗎 沒有啊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你有聽過這個笑話嗎 對不起我沒跟上 你好 你好弱 來來來來 然後台灣官員去日本 然後他就看到他家 就是 然後他就問那個日本官員說 跟我分享一下就是 為什麼你們家 這麼的金幣輝煌 他說你有沒有看到那邊那條橋 他說我只用那條橋的 那條橋經費的十分之一 我就讓我家變這樣子 那個台灣官員看 哦是這樣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 那個日本官員來台灣找 這個台灣官員 然後他到了那邊他就說 哇你家怎麼比我家還屌啊 然後他就說 沒事 你看那邊那條橋 然後他就看了一下 他說哪裡有橋啊 他說這就對了 我懂了 我跟上了 OK 沒有我是幫觀眾問的啦 原來是這樣子 裡面還有阿拉伯的就是 那個是蘇丹跟阿拔斯 阿拔斯就是黑衣大師 其實也是穆斯林的一個 算是以前的分支帝國 然後這個這個文明很特別 就是他們算是很考究啦 就是在這裡面 他們是不能吃野豬 因為他們是穆斯林的 哇那差很多耶 那但是他們的果 他們的果可以採比較多 比較快 那還有什麼 有沒有失速的種族 沒有啦 然後還有神聖羅馬帝國 然後還有一個羅斯 羅斯就有羅斯 其實世代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他其實讓 新手玩家是比較能夠 快上手 對就是 對新手是比較友善的 他裡面的有一些操作 對於高手來講 可能會覺得 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舉例來講就是 以前我們在框的時候 我們下面會有一個 就是指令欄 譬如說我們框了20指兵 我們在下面 就會看到20個小人頭 現在沒有這些小人頭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多了那個小人頭 對於高手來講 操作 超級有用 操作的可能性大太多了 他要讓新手 跟高手的差距沒有那麼大 我們以前就是正常玩 機子戰略遊戲 玩過就知道 我們有一個叫 所謂的卡人口 就譬如說你要蓋房子 我們講房子增加人口 你忘了蓋房子 你的人口就會卡住 在世代他做了一個 很特別的設計就是 當你卡人口的時候 你的兵會蓋 當你的房子好的那瞬間 他才會出來 就是他會這樣蓋 你在生村民的那個跑條 還會跑 繼續跑 可是他們不會出來 這個設計我覺得很關鍵 也是讓大家能夠 比較容易的上手 所以世代他設計起來 這樣聽你這樣講 他比較像是 拉高策略的重要性 減少微操的重要性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可以這麼說 這一次我覺得世代最重要 就是把文明的特點都有做出來 那我覺得這點是蠻值得嘉許 你在過劇情模式的時候 它裡面會有一些 就是會有一些 很特殊的影片 就很特別 就是 你知道就是 例如說舉例來講 我第一個關卡過了 他會解鎖一個影片叫做 中世紀的城堡 都是怎麼蓋的 他就變成Discovery影片 就是其實也是幫你 讓你更了解這些歷史 過程跟文化的發展 那現在還有 蒐集世界器官嗎 你一樣可以蓋世界器官 而且在二代裡面 其實世界器官是不會贏的 在天梯裡面 是喔 對 蓋世界器官 我有一次就蓋了 就是對方很貴 我就蓋一個世界器官 就什麼事都沒發生 但是在世代裡面 結束遊戲 除了擊敗對手之外 還有搶戰勝地 跟世界器官 搶戰勝地是什麼 就是遊戲裡面 會有一個中立的地帶 你只要蓋生旅過去 就會搶到 你等一下可能在整張地圖有三個 一個在中間 一個在你家 一個在他家 你只要佔領了這三個 十分鐘後就贏了 我覺得這樣不錯耶 對 就是有一些小設計 其實我覺得都是 蠻用心的 取了蠻多二代的一些優點 還有一些三代優點 還有一些星海的優點 我覺得早期為人 詬病的一點是 有的時候你已經知道 你就是贏了 人家也知道他就是輸了 他就是不投降 這個在世代裡面 有一個又另外一個 極大的優點 就是我剛剛不是 一直講說地標建築 在現在的世代裡面 你只要把地標建築打光 你就贏了 不用把人家最後一個村民打掉 不用 你不用把最後一個村民打掉 最後藏在那個角落的一個房子 那時候真的超煩的 還有可能還會打字嘲諷 對 還一直按那個E 好 對 對 對 那真的是超煩的 你這個模仿好像嗎 靠北 你這個模仿好像嗎 好 對 對 對 我其實蠻期待 未來還有機會看到 像是星海的下一代 其實是我覺得是有機會 我也是覺得整個RTS 就這樣子沒了 感覺也是蠻可惜的 但其實在國際上 世紀帝國2的比賽 還是非常多的 還是一直在有 而且看的人和玩的人 都還是非常 就都還是有一定的族群 這一集是我們 第一季的最後一集 然後會有一些 東西會變動 所以我們第一季 先錄到這一邊 之後 會再復播吧 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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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如果 下個禮拜或下下禮拜 沒有更新的話 大家也不要覺得太意外 好啦 那 總之 這一期的一天網上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我是沙妹 大家掰掰 下集見 掰掰 了 zier Todd 聲 滾 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